大家好我是小賴 今天來分享iPhone 15 Pro Max 改成USB-C之後的其他功能 當然官方告訴我們 錄影時可以使用外接儲存設備 來儲存錄影的檔案 那除了這個之外 還有什麼是我們可以利用的呢? 官方沒有說 我今天測試給你們看 剛剛我們說到官方的第一個功能 錄影時可以使用外接的儲存媒體 讓你的檔案存在外接設備中 你就不會吃到手機裡的空間 那我們先來試試看 USB 3.2 GM2的規格 就可以讓iPhone去傳輸你的錄影檔案 那我們先來看 這裡邊是一個2TB的SSD 現在接上的連接線 Type-C的 然後我們將它接上iPhone 接上iPhone之後 大家可以看到燈號已經亮了 那現在iPhone上面呢 會有什麼反應呢? 並沒有任何反應 可是你可以去檢查它 第一個 App檔案裡面 會看到一個硬碟 在這裡 這是屬於iPhone的硬碟 有沒有成功接好 然後錄影到外接的SSD呢? 很簡單 打開 打開你的相機 接下來我們按了錄影 然後你會發現呢 這裡變黑了 這個相簿已經不是你本來的相簿 代表說現在是存到SSD來 然後這邊有一個最高時間 你看到最高時間可以錄235分鐘 對這這樣子就已經完成了第一個功能 那當然如果用ProRes ROG來錄影的話 你用外接SSD是可以錄影60p的 沒有問題 可是你假設說你今天把它拔掉了 它就會跳回30p 那如果說你強制讓它變60p 它會跟你說 並不支援請你用外接硬碟 好這樣子第一個功能應該很清楚 好接下來我們準備下一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是我們可以使用麥克風 準備的線材有第一個 必須準備這條線 這條線是TRS2 TRS的連接線 3.5inch 這是不一樣喔 TRS是兩條線 TRS是三條線 這樣子你才能連接到iPhone去 除了這個之外 你當然還是需要準備一條 3.5inch to Type-C的線 才能接到iPhone上去 那這樣子 接上去之後 其實iPhone不會有任何顯示 所以我們來接接看 將TRS接上轉接頭 將TRS接到接收段的地方 然後接上iPhone 之後你就可以完成設定 就可以用麥克風收音 所以以後Vlog一定需要買其他機器嘛 也許iPhone就可以了 既然已經講完了官方說的SSD外錄媒體設備 再來是麥克風 那還有其他功能呢 我們就一下看 這是一個USB-C的HUB 它的支援度非常的高 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它可以支援到讀卡機 還有一個擴充的USB-C 然後另外一面呢 可以支援網路卡 HDMI 及另外一個USB-C孔 但是這個孔是屬於可以供電的 接下來這邊有一個 Display的接孔 然後這裡有一個 3.5mm的音源孔 那這樣子一個HUB呢 能讓iPhone發揮多大的功效呢 我們接下來接給你看 首先我們先將USB-C HUB接上iPhone 這時候iPhone的支援會變得非常廣 我們剛剛看到的兩個設定 一個是讓儲存媒體傳送到外接的SSD 第二個設定是我們可以使用麥克風 可是如果我今天要錄影ProRes Log的檔案 又需要麥克風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這個HUB就可以達成我們要的目的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個 當然HUB接上去之後 找到我們的SSD 把它接到HUB上的其中一個USB-C孔 記得要使用的是不是充電的那個孔 接上去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發現還是無法去讀取它 因為它沒有電源 第二個我們現在就把麥克風接上去 麥克風跟剛剛的一樣 只是我們少了USB-C的轉接線 我們只要用TRS to TRRS即可 接下來我轉給你們看 當SSD接進HUB之後 再將耳機接入了HUB的音源孔 但這時候是沒有辦法作用 因為iPhone只會供一個設備的電 所以我們接上了行動電源 記得是HUB上面的閃電的行動電源即可 這樣 所有設備都能夠應用 我之前有錄過一個兔龍的影片 可以從這裡去看 接下來要延伸應用 依照剛剛的設定 我們使用了USB-C Hub 然後加上麥克風外接SSD 還要加上行動電源 這樣就可以完整的去使用麥克風 且讓錄影的媒體存到外接SSD上 可是如果你今天不想用行動電源 你覺得行動電源是一件很累贅的事情 因為其實行動電源它也是有重量的 這時候怎麼辦 大家隨手可有的就是SD卡 SD卡也可以當作外接儲存媒體 我手上都是Sandisk Pro版的SD卡 用它也可以 今天假使你的HUB上面沒有讀卡機 你也可以直接用一般的USB讀卡機 接上一般的USB-C孔的HUB就可以去讀取 來我們試試看 好 將SD卡放入USB-C Hub之後 我們來開啟 來看看有沒有辦法去外錄 來看一下錄影 然後開啟ProRes Rock 看喔 相簿已經跟剛剛不一樣 代表你現在存的是存到SD卡來 可是這時候要注意的是 你錄影完要等它一下 因為它速度畢竟沒有SSD快 所以等到燈一聲代表已經存好了 不要急著錄影下一段 但我覺得這個等待時間是可以接受的 真的沒有幾秒 這個應用 你們有沒有發現什麼 這個應用不用行動電源 我們也可以接上麥克風 麥克風有兩個接法 假設你的HUB上面是有音源孔的 就按照剛剛的接法去處理就可以了 用TRRS接近HUB TRS接近你的接收器 很簡單 我們就只要使用一開始的一樣 轉接線 然後使用 TRS接上了 轉接線 TRS接接你的接收器 Type-C直接接到你的擴充Type-C上 這樣加上麥克風 你就會有麥克風的收音 而且外錄到外接媒體 接下來的這個功能 我覺得也是很值得分享的 因為iPhone 15 Pro Max 已經改成USB-C了 除了剛剛介紹的那些功能之外 那 假設 我們需要滑鼠鍵盤呢 那麼 我們來試試看 第一個 首先我們要準備一組滑鼠鍵盤 最好是無線的 是一對 只有一個接收器的滑鼠鍵盤組合 那我們一樣把USB-C的HUB接進iPhone 這時候再把接收器裝進USB-C Hub上 我們必須在設定裡面找到輔助使用 輔助使用中會有一個觸碰 觸碰裡有一個輔助觸碰 要把它打開 打開之後你會發現滑鼠的點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 就是滑鼠的有一個點在這裡 所以已經可以使用滑鼠了 接下來我們去試試看鍵盤 就是這樣子就可以使用了 鍵盤滑鼠就完成了對應 假設你今天去你的PowerPoint在手機裡 你沒有帶筆記型電腦 記得一定要帶在你的HUB 去接個滑鼠鍵盤 你就可以執行作業 不要以為只有這樣子喔 你現在把滑鼠鍵盤接上去之後 要記得 HUB上通常都有HDMI孔 HDMI孔直接輸出電視 你就可以把它當作一台電腦 你今天要報告的PowerPoint 什麼 今天就可以完成 它現在就像一台小電腦 我覺得這一次iPhone 15 Pro Max 改成Type-C之後 MacBook的那套 Type-C 全部整合在一起 你只要有一個HUB 就可以解決很多很多的問題 那這次的分享就在這裡 希望大家看了會覺得OK 希望也可以幫助到你們 讓各位買到iPhone 15 Pro Max的人 都可以得到最大的支援 發揮它最應該有的功能 好就這樣下次見 拜拜